大家好 这里为大家介绍RINO的基础指令操作 RINO的界面指令的部分 可以分为左半部的图示型的指令 那图示型的指令里面呢 上边这里是选取工具以及点的工具 那这边八个图示呢 都是属于画线的造型指令 那这两个是画面的 以及面的编辑的造型指令 这下面这两个是画体的以及体的编辑指令 那后面的这一些其他的呢 他可能是一些属于面的编辑 然后 群组、爆炸、复制、修剪 然后这些相关的3D建模操作的一些其他应用的指令 上方的地方呢 可分为两部分 这一部分是属于选单式的指令 各位选取这个选单 相关的指令就会列出来 供大家使用 那显示或者选取都是同样的情况 那最上方这些 是属于文字型的下拉式选单 那我们选单 的部分 就用文字叙述的方式 说明相关的操作 这是RINO的指令的编排的方法 这里我们用立体的造型指令来说明RINO的模型的控制 我们在实体工具里面按左键久一点 可以将实体工具的造型指令 有矩形 球形 椭圆形 泡物线锥体 圆锥体 平面锥体 脚锥 或金字塔 这一类的造型 可以直接画出一个3D的造型 比如说我用方块 在这个 俯视图的地方 我从圆点 算过来对角线3乘3大格 然后高度 也是3大格 那这样的画法呢 我们可能觉得他的尺寸是3乘3乘3 不过我们把 模型 放大到 一定的倍率 来看的时候 会发现 我们事实上 并没有对齐 我们要的位置 所以 用目测的情况 我们画一个 模型 并不是非常的精准 那这里 我另外画一个 用锁点方式 的 3乘3公分 给大家看 那这时候呢 我们把锁定格点打开 物件锁点打开 我们一样用 举行方块的指令 大家可以感觉到 其实 现在的滑鼠就好像有吸铁一样 会吸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 我一样也是3大格 对角线 然后在 前视图的地方 我把他的高度 也是吸到3大格 好 那乍看之下 这两个 模型 很像 一样大 但是 刚刚我们有证明 他这个地方 并没有精准的 在3公分的位置 那我 用这个 右边这个模型 放大放大放大给大家看 事实上他就非常精准的 锁定在我们要的位置 左边如此 右边 也是如此 因此 RINO在建模呢 其实我们 常常需要利用这个锁定格点 物件锁点的 模式 将我们的模型 画的精准 那接下来几个操作 我都用类似的方法 做示范 那左边这个模型 我们就不要他了 那接下来呢 我在 方块的旁边 画一个 圆锥 也是一样 用实体造型工具里面有一个现成的圆锥 那这个圆锥呢 我希望他的 底面积 直径是4公分 因此我就这样子 找两大格 那他可以选择向上 或选择向下 大家可以在 前示图的地方 往上也是三公分 那这个 这是我画的圆锥 接下来 我也画一个 球体 那这个球体呢 我也是实体工具里面 找到一个球 然后呢 也是一样 我画 实径 4公分的球 接下来呢 我做一些 这个移动 复制 以及变形的操作 给大家参考 那这一部分的操作有很多方法 在Ryno 5.0里面 他有一个非常棒的工具 叫做操作轴 英文叫做 Gumbo 那Gumbo这个操作呢 是我们选取一个物件 他会在正中央定义一个点 然后会有一些游标 我们可以按住这个游标 他在这个 绿色轴向 红色轴向 或者高度的蓝色轴向 做 做 精准的控制 那这个 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可以移动物件 到我们要的位置 譬如说 我现在 要做一个 类似积木堆叠的效果 那我把这个 球 移动到 方块的正上方 那我在服饰图的地方 把它 摆正 然后在 这个 右侧视图的地方 我把高度调整到 我要的位置 然后呢 我把这个 圆锥 再放到球的上面 也是一样 用操作轴的控制 把绿色的地方拉高 红色的地方 摆正 然后呢 在服饰图 在前后深度的位置 把它摆到跟球 一样的位置 那接下来我把立体图打开 所以这利用操作轴的 移动 我们可以精准的 把每一个 立体模型 摆在我们要的位置 那这是操作轴的 操作方法 大家可以仔细看这个操作轴 在 箭头的尾端 都会有一个方块 这边譬如说红色箭头的尾端有一个红色方块 绿色箭头的尾端有一个绿色方块 蓝色箭头的尾端有一个 蓝色方块 那这个方块呢就是那个轴向的缩放 譬如说 我现在 把 蓝色轴向 的方块按着 然后我可以往内 让它变成扁的脚椎 或者往外 变成胖的脚椎 那它在缩放的时候呢 就只有那个轴向 蓝色的轴向会缩放 红色的轴向 仍然维持是4公分 大家可以看俯视图 红色的轴向仍然是4大格 但是蓝色的轴向 被我们拉长了 变成5大格多 所以变成一个椭圆形了 这个是 RINO的操作轴 可以做单轴的缩放 所以同样的情况 譬如说 我希望这个 方块 可以变胖一点 在绿色的轴向 我就 拉这个绿色的方块 它就可以 升长 红色的球呢 我也希望它在这个 红色的轴向 变胖 所以我就按住红色的方块 它就变胖了 那因此我们的模型就变成这个样子 做单轴的缩放 除了缩放以外呢 操作轴的工具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旋转角度的控制 比如说这个 蓝色的弧线 红色的弧线 绿色的弧线 就是 一 蓝色的轴向 做旋转 一 红色的轴向 做旋转 一 绿色的轴向 做旋转 这样的控制 那在这 立体图的操控呢 我们可能会很难 控制到 沿着 哪一个角度 然后旋转 那这样子 情况会造成模型 变得 翻滚的角度呢 难以控制 所以一般情况 操作轴的旋转 建议 都在平面 试图操作 所以这边我用 键盘的 Ctrl Z 把模型 复原到原来的角度 那我在 俯视图的地方 做 相对的操作 比如说 这个长条形的方块 我沿蓝色的轴向 转 角度 45度 我就点这个 蓝色的轴向 弧线 直接输入45度 然后他就会旋转45度 这样的控制 就会比 按着 移动 来的准确 那这是操作轴的使用 那我再 重复 操作一次 比如说 这个 我在前试图 选取 这个 椭圆形的球 那我希望他沿着绿色的轴向 旋转45度 我是一样 输入45 Enter 那他就是 旋转的角度 这边 滑鼠看到的这个角度 就是45度 那这是操作轴的使用 他可以用输入的方法 控制 因此我这边 也在操作一次 在 这个 右侧视图 依照 红色的 轴向 输入 也是让他旋转45度 那他就旋转45度了 那这 模型最后的 角度就变成 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也可以利用操作轴做一个复制的动作 譬如说我选这个 矩形 那我选他了以后 我按 Ctrl C键 再按 Ctrl V键 复制一个 同样的模型 那我用操作轴的 这个旋转 功能呢 我把它调整90度的旋转 那我就 现在 就变成有两个 形成 打叉叉的情况 那同样的 做法 我把这个 椭圆形球体 也是一样 选取他以后 按住 Ctrl C Ctrl V 然后 我在绿色的轴线 也是一样 旋转90度 那 也是一样 就会产生一个 椭圆形的叉叉 那最后呢 这个地方 我选取以后 按住 Ctrl C Ctrl V 在红色的轴线 我也是让他旋转90度 那这样子 我们就产生了 这样的造型 都是一对一对 打叉叉的情况 以上就是我们用 Rhino 5.0 操作轴这个 功能呢 做这些模型的控制 做模型角度的调整 以及模型的复制 那这部分 的操作示范就到这边结束